很快有一個星期 歡迎大家收聽澳洲情懷11月10日的節目 星期三我們稍為早一點遷就大家的時間來錄音 有我Britzman的Chris 有雪梨的Chiwa 有墨爾本的Julie Hello 各位好 我是Julie 齊齊了齊齊了 聲音都很清楚 希望今次一踢到尾 我們的技術方面順利地達成 首先我們先講講各界城市的快訊 我先講講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市政府耗費了130萬 搞一個手機APP 大家說值不值得呢 130萬 是的 只要開發這個APP也要130萬 開了APP之後又要維護 又要將資料上載上去 又要更新 還有400多萬要花費 好厲害 六、七百萬 嗯 500萬走不掉 500萬走不掉 它在9月中就開發了 下載了10萬次 也很低 布里斯本幾百萬人 那這個APP就拿來給大家做一種生活調劑 按來看看有什麼新節目 哪裏有東西玩 哪裏有東西吃 那其實這些東西也有其他的私人的APP 如果我用得到 他就集合在一起 那就說 有10萬個人下載了 那你就上來看這個APP的人 平均每人用了20分鐘 那我也試過下載了 那我就很奇怪 其實就說澳洲很多大公司 大家有沒有發覺 政府部門也好 Sandering也好 電話公司 電力公司 那些 他們的網頁 真是好智好花 多姿多彩 但用得上去一點都不好用 比如說 即使用者朋友 是啊 你說很簡單 我通常上去的網頁是什麼 就是交錢 一開那個home page 應該就大隻字 交錢在哪裏交 那我就不在周圍 有些不是的 找來找去都會找到 去哪裏才能找到那個 找到交錢的budget 就是因為政府這次 唉慘 是的 因為他們找一頓 就反為那些普通的私人的遊戲 諸如此類的保護生活 很快就搞得很碰檔 總是政府 都是business 特別是大公司 是 布里斯本 這次又是這樣 花了這麼多錢 他又不是找本地人做 而是找一個木耳本的某間公司來做 那間公司就交給他 過百萬 是 我們又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兩年之前 我們有這個新冠病毒 那時候 澳洲政府 聯邦政府 是不是搞了一個 那些什麼app出來 叫大家download 現在那個app 已經小聲力直 沒有人提 沒有人用 沒有人敢說 根本就不好用 那個app 沒有人敢說 沒有人敢說 對了 你有沒有安裝到 朱莉 沒有 沒有 不是 他又說 安裝了一個app 是很好用的 你去到哪裏 他就自動的 如果有人有病 就走到你身邊 你都會知道 說得很神奇 其實就是 這個app也說 都不敢說 都不敢用 那麥爾本的公司 就中了標 唉 我就記得 以前都是這樣的 布里斯本 我們那條中國城 唐人街有一次 又是翻修 又是花了過千萬 又是找人設計 那我們布里斯本市政府 又是周圍找 終於找到一間麥爾本 那麥爾本人才更多 朱莉 又是找麥爾本 難道本地沒有人才 是啊 喂 昆士蘭是Labor 衛省也是Labor Labor和Labor 哎呀 自己是同黨 二十多年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時候 麥爾本好像不是Labor 那時候 麥爾本是Chef Canada 是州長 總之 麥爾本長期都是Labor 麥爾本 哦 麥爾本市政府就是 是不是 我講州政府 哦 市政府 哦 是 是 他找麥爾本 就是這樣 那次就翻修唐人街 搞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又是找了一個 麥爾本的 越南裔的女生來設計 搞出來 我就覺得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都不知道是 他有什麽的好處 搞成這樣 總之政府就是花錢 就是很爽手的 做出來的結果 那就大家評論一下 好 那第一個三文 你們 喂 你們可以低評他 哈哈 低評他 沒錯沒錯 那第二件三文 就是 只有10萬人 是咯 那一個月而已 希望多些人看一下 給他一些意見 他改善一下 這樣 好 那第二件新聞 就雷厲風行 11月1日 我們坤士蘭整個州來計 就針對用手機開車的人 就罰得很重 那之前也承行了幾個月 就施辦 施辦 那你就在很多的 高的電燈署 裝了一些高清的攝錄機 那裡面 你車裡面正在開車 你用手機 就一直走不掉 就一直拍到你 拍到很清楚 那就嘗試這樣 就發出那些警告信 現在就警告你 下次是你真 你不要這樣 就出了這樣的試用 超過英國 因為每次要收錢 會收到2千萬 那就沒有收到 那現在就不是了 11月1日開始 一拍到你就不能談 好啊 好啊 罰多少錢 罰900多元 罰900多元 好啊 扣4分 還要扣4分 扣4分 已經很危險了 扣4分 那如果再犯呢 又是拍到你用手機 也是罰900多元 但是就要扣分 扣商倍 扣8分 換言之 那就不用開車了 再扣8分 即刻停牌一年 即刻停牌一年 很嚴重 這樣也挺稠的 為了人命安全 是的 政府就說這樣 唯一你坐一輛車裡面 可以用手機的話 就是你停定了一輛車 停定了的 例如進入空波拉 停定了的就可以 要不要認識市 我們在MSW 要認識市 是 或者停車場裡面 你用手機就可以 這件事我又不太明白 停車場裡面也可能在走 不然電話響 有一手拿著軌 另一手拿著手機 有些人是這樣 政府說可以 開車的時候被警察截停了 用手機給警察看 出示你的電子駕駛執照 這三天就可以 什麼時間是不行 第一 現在在塞車 塞車的時候 直接移動一下 兩尺兩尺 這樣移動一下 看看看看有什麼WhatsApp 我說不行 這個東西不行 雖然紅燈停下車 雖然紅燈人人都不能行 都不可以用手機 又不可以查WhatsApp 這樣那樣 還有一件最奇怪的 就是開車期間 你的手觸碰到 把手機交給你 旁邊的人 叫他幫你聽 這樣也不行 總之你的手 就不可以觸碰手機 觸碰一下也不行 還有就是說 那個手機你沒有觸碰 但是放在你大腿那裡 也不行 因為你隨時可以觸碰 還有你的體驗 這是很離譜的 很離譜的 買個大腿那裡 是訊息 在那裡訊息 打訊息 這些東西 太離譜的 這些東西不行 這些東西就不行 總之 駕駛安全 就避上 手機就盡可能不要觸碰 那麼 除非手機 就裝在一個固定的 固定了的 手機的保持 那裡 你就用手觸碰一下 它拿來聽電話 用藍芽 用藍芽就可以 碰一下碰一下就可以 但是 我想也有法律漏洞 兩位知不知道 現在那些汽車 它那個有一個屏幕 很多新車有一個屏幕 有8吋 有10吋 整個iPad洞在那裡 那裡 還有一個功能 叫做Auto Play Android Android Auto Apple Auto 就把手機的螢幕 就把複製在汽車的螢幕上 顯現出來的 是的 現在車也有 是的 那你如果是那時候 你用那個屏幕來搞手機 那拍照就拍不到 因為它說 你做什麼碰螢幕 就利益歸於美國 歸避兇 是的 沒錯 這樣就不好 總之大家開車的時候 盡量少用 如果電話響了就口說 就叫旁邊的人 你幫我拿來聽 你就不要把手機 你自己拿著就遞給他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 布里斯本的消息就講到這裡 或者接下來就請 詩華說過雪梨有什麼消息呢 我先說一下雪梨的消息 疫情就再進一步放寬 我們現在可以差不多全部打針 差不多什麼都做到 不過就保持一個所謂兩米的距離 我們現在可以千人聚會都可以 已經沒有什麼限制了 如果打針了的話 那都是進一步放寬 那不要說疫症了 疫情了 那我就想說一下 雪梨最近有大電視的 第一就是一個輕鐵 雪梨有一個light rail 就是那些有鬼的輕鐵 那些車就在市場裡面 或者去到不同的地區 那在上個月 即是10月的時候 那雪梨有一組的輕軌電車 就是在例行檢查的時候 就發覺那些檢查員發覺 地板就有一點點的裂涵 那其實他們在幾個月之前 這間公司就已經有告訴你 在外國就已經是曾經有過這樣的裂涵 那在外國是什麼地方呢 在法國就是同一間公司製造 不過就不同的模特兒 就已經是新的那輛列車 新的裂涵 在英國就是同一個模特兒 這個模特兒就是和澳洲完全一樣的 就叫Urbos 那也是有裂涵 在英國 那於是呢 有關公司就已經通知了澳洲 就告訴他們 你不用怕 沒事的 照用吧 那但是澳洲我就覺得 我經常都覺得澳洲的人都頗生氣 但是這次呢 第一 幾個月之前已經收到通知 但是工程人員 見到之後就毫不鬆懈 那這個是例行檢查 那你見到地上就有些裂涵 那於是他們就 怕有事 於是就割開地板板 一看 原來那個裂涵就更加是嚴重 那所以呢 本來呢 這個新州的有個 Transport for MSW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就是新州的首席交通營運總裁 就最初見到裂涵就覺得沒事 不過再經過維修小組 以及經過討論之後就發覺 第一就全部 那因為這條線呢 就只有12部列車的 12個這些卡車的 12部全部有事 那他們就為了安全的 就是安全起計 就再進一步檢查 就發現 情況比想像中嚴重 那所以呢 就驚動到這個廳長 即是新州的廳長 運輸廳長 就叫Rock Stocks 那立刻就在星期五 11月5日就宣佈 全部列車即時停運 那還有這條線的服務呢 就恐怕要18個月 18個月 我真的覺得很長 那他說這樣呢 第一 他說要維修 第二要檢查 第三還是要調查 那我覺得當然不好 就是18個月 真的很長的時間 是的 那而且這條線呢 就應該大概是五千多人 每一天的那個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公司 五千幾個乘客 那原來這款車呢 就是來自西班牙的 那間叫 因為西班牙銀 我們簡稱就是CFA公司 那這個製作輕軌列車呢 就剛才我講了 在全球的其他地區呢 都是曾經發生過 烈痕 不過不是有意外 是發生過烈痕的 是 那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我覺得交通部都做得很好 起碼都就是不相信對方之後呢 就再繼續調查 那然後就 州的交通廳長也都說沒有危險 不過就不想 就是擔心 所以就馬上 沒錯了 就停了 那他說可能是一個設計問題 甚至是一個全球的設計問題 那還有 那這個這樣的公司的列車呢 他是在坎培拉 在紐卡蘇 還有在我們雪梨的另一個區 叫Paramata 都是用同一款的 那很奇怪 同一款的所有其他列車呢 就並沒有問題 只是這12部 在這個地區的有問題 那我自己不期然想 有可能是那些路軌 或者那個路面的情況是有不同的 那所以現在是 情形之調查當中 那我自己在這件事上 我就發現第一 澳洲都相當認真 尤其是去了一個公共交通那裡 我們就說什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安全 對不對 安全 沒有車 不是說不要緊 當然不好 但是千萬不要 有事都繼續行 那你知道我們可以經 就是在世界新聞上 可以經恐懼到 可以整個隧道水浸 的車仍然行 那些列車呢 我現在說兩兩對比 我覺得澳洲真的很好 雖然給人家 一定 煩有東西必給人家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很欣賞 就是你搭巴士 因為已經有馬上的巴士 就給了所有那些應用工具的人 那也是檢查了同類車組 同一個Model的車 也是全無問題的 我就反而想說一下反對黨 那反對黨 我覺得不單是搞笑 就是整個人無知 還有一個是反對黨的女士 就在那裡說 有沒有搞錯 你們呢 就是這樣 令到我們這些 用交通的人 是這麼辛苦 非常之不好 她說 還有啊 你們幹什麼 要買外國的車呢 為什麼不買外國的車呢 這個就叫做Joe Hayden 那她說這件事 真的非常之不好 你們浪費了我們的錢 買外國的那些 那些垃圾 那她說買澳洲 那就是反對黨的領袖 一個叫做Chris Means 也說這個是一個醜蠻scandal 但是呢 就是州政府立刻反駁她 就說第一 全部當我們投票的時候 沒有一間澳洲公司投票 只行一個製造商 那真的好像一巴掌 你說這些反對黨 都不可以做調查員 就在那裡 違反而反 反對黨 看到有事出來 有事出來的 他們趕快飛撲過去 都不知道多開心 看到有事發生就開心 但是你先調查一下 是不是一巴掌 根本沒有澳洲公司 還有我心想 雖然我們大家都想澳洲公司 但如果澳洲公司 並不是在學 你想想現在這個公司 西班牙 它是全世界 除了我們的坎培拉 尼卡索用之外 歐洲和北美 都是大量應用 還有它在世界上 暫時並沒有意外 即是有裂行 仍要調查 但我覺得 所以民主社會 一定有反對黨 但有時候 反對黨 令我覺得非常可笑 但也不要緊 其實無論如何有反對黨 一定是比沒有 還有另一個反對黨的領袖 就說 你買之前 就應該知道有事 還買 但是你現在有事 大概是三 四年前有事 他怎會知道有事 因為四年前 2017年 在法國有事 但是這部車用了七年 它又是不調查 我真的覺得很老套 這些所謂的反對黨 真的令我覺得很可笑 好了 還有兩分鐘我再說 另外一個就是開心事 因為我不想 說一些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在MSW 但其實經過我詳細 就是看過其他的報紙 原來全世界都有這個危機 我不知道你們兩省有沒有 這個危機就是聖誕老人危機 原來我們在MSW 每年都要用很多聖誕老人 因為聖誕節 每個商場 大小商場都會有聖誕老人 總之最好你是肥肥的 老老的 坐著 自然有小朋友 跟你拍照 商場又會吸引多些人 那今年第一 就是聖誕老人 大大點 那為什麼呢 就是第一 這些聖誕老人 多數都是老一點的人 老一點的人 現在是易感染的一群 所以他們現在就不接觸 不敢做 其實很多聖誕老人 是每年都出來的 就是他做完一年 沒有什麼錯處 突然又找他接觸 很開心的 坐著幫人拍照 又有錢鬥 所以很多人家都喜歡做 最好肥的 平時沒有人請你 你越肥越對 那很多人很開心地做 那誰知道 今年第一 老人家是比較容易感染 第二 肥老或者肥婆 少了 就是容易感染 他們不接觸 那還有第三 就需要打兩針的人 最少要打兩針才可以 做聖誕老人 那他們不肯打的 又不接到 那還有新聖誕老人 想做的那些 他今年又不想接觸陌生人 那所以呢 那這個前年之下 申請做聖誕老人的 就非常之少 那所以今年暫時 對 新州 聖誕老人是欠六十幾個的 那所以 Chris幾人抵手 不過你可以在這裡 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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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節目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節再說 我們下次再說